《经济日报》 今天是推介腾讯700 选择原因是 港股近日在低位度反弹 但大市仍然受到多行不明朗因素左右 行指短期未脱上落 内地经济增长步伐放换 内房债务问题 美股波动等等因素 持续困扰着大市 新经济股近日有回稳的迹象 腾讯可短线炒上落 近期内地对网络游戏行业的监管收紧 推低了腾讯的股值 腾讯的股价至9月份高位529元 最多是曾经回落1.6元 去到443.2元 大致反映了游戏版号发放减慢 限制未成年用户游戏参与等影响 原定在9月中登场的重磅游戏 英雄联盟手游将会在11国庆假期后推出 预期将会成为短期的催化制 建议在450元以下低级腾讯 策略上以短线炒上落为主 首站先看490元 如果能够突破的 就以9月高位大约530元的水平为目标 跌穿420元便要减持了 tre约炒上萤卜 越起인银 两颗 正规涂